第三个我给大家挑的重点就是研发机构 采购的一定是四个字国产设备 就是说你研发中心呢 用于研发会买一些仪器啊设备啊 鼓励你买国产设备 他说内资的研发机构 包括外资的研发中心 只要你买的是国产的设备 一律实行全额退还你缴纳的增值税 就你买进过程中缴的那个进向税就全退给你了 如果是已经退税的这个国产设备 从开票之日起三年内 设备的所有权又卖出去了 这个时候研发机构一定要求要补交已经退给你的税 那就说凡是研发机构享受这个优惠退你增值税以后 你从买进一定到卖出 不能短于几年 必须是三年以上 如果你前脚买进来了 结果你享受了退税了 黑后脚你就卖出去了 不可以 这时已经退的税通通都要补回来 这是在补税的过程当中 大家看它毕竟是固定资产 所以你在会计上都已经开始提折旧了 因此就根据你当时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乘以什么呢 大家看相当于就是乘以一个净值率 拿设备的折余价值除以原值再乘以税率 而你的那个余值不就是净值吗 拿原值扣去你已经累计提取的折旧 这不就跟刚才我们之前讲进向税率 不动产按净值意思是一样 好这个点大家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鼓励你采购国产的研发设备 不鼓励你买进口的 这样你才能有优惠退给你税 第四个大家看 是纳税人承包的这块地 流转给谁了农业生产者 不管是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投资入股 反正你把它这块地又流转给了农民 而且还继续用于种粮食种菜 这个一律免征增值税 尽管这使土地的使用权产生了转移了 不交税 这是第四 第五 现在我们的海南免税店 我们现在海南不也设立了免税店吗 这个免税店销售的这些离岛的免税商品 第一个是免增值税消费税 如果是非离岛的免税品 照账纳书 所以销售这些免税品是不用交增值税消费税 所以大家看 现在海南设立了自贸区以后有免税店 大家就省得像过去一样 跑韩国呀 跑泰国呀 跑那些个地方去买东西了 你在海南不出国 你就可以买到这些个没有流转税的这些产品 当然价格要便宜 好吗 这就是一个优惠 接着 兼营这些应税项目的 一定要分别核算 不能分别核算 一律都不允许免税了 凡是销售这些免税商品的 一律不能开专票 只能开一张什么 普票 大家说了 开普票不也得交税吗 不一样 开专票是必上税 开普票的情况下 普票里面有直接写着不征税三个字的 也可以在上面写的是免税的 所以大家学完了税不是说开票就交税 我开了票不就得交税吗 票和票还不一样 好多普通发票里面 它的备注拢是不征税的 最典型是哪个 我们前面讲的 你购买的预付卡 你钱给了超市了超市 你让人给你开发票 开的就是这样的普通发票 而超市此时在给你开发票的时候 他没交税 因为他给你开的就是不征税的 知道吗 所以他还有享受免税的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这就是呢 整个的税收优惠里面的第四个点 所以其他的一些太多了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挑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大家把这些 有的是纯记的 就是作为选择题 有些你计算题要小心一下 这就可以了 好 第五个围绕优惠战策当中 还会有一个词 叫起征点 如果我们的学员里面 有好多是考了初级的 然后来考CPA的税法的时候 你初级的时候 应该说老师就给你讲 这个起征点了 所以这是一个 税法上的一个概念 特别重要 甚至可能你初级时 如果老师没跟你讲 你可能还稀里糊涂的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起征点 看明白了 首先要把起征点跟免征额 注意你不要混在一起 起征点是起征点 免征额是免征额 我们普通有的时候 老百姓在说话时 就给它混在一起了 首先解释一下 起征点是什么意思 起起就是开始的意思 当你达到了这个征税的 这个点的时候 是全额交税 你要是没有达到这个起征点 一分钱税不交 这是起征点的含义 达到了是全额交 没达到一分钱不交 免征额不是 免征额是什么 超过这个免征额 超过的部分 您才需要交 你要减去这部分免征额 减完了以后的余额部分 您才需要交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大家容易经常会说的 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 工资薪金这一块 我现在问大家 你每个月的工资里面 收入率一定固定的 减那个五千块钱 这是我问大家 这五千块钱 它叫起征点呢 它还是叫免征额 这大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学完了睡法 出去说话的时候 就不能跟那些 没学过睡法的人一样 你说话就得严谨 知道吗 人家老百姓说了 哎呦现在起征点提高了啊 那个人大代表 好多都提了 现在起征点太低了 五千应该涨到八千 他们都舆论啊 好多自媒体也都说了 起征点啊 应该往上提高啊 那都是不懂法的 不懂睡的 瞎说呗 那就跟着 你都学过了 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你准确应该说是 这是什么 免征额 这是免征额五千 你别把这五千 说成是起征点 如果要税法 把它定为起征点 您就惨了 为什么 当您一月工资 挣八千块钱的时候 您不过了起征点了吗 您得八千实行的是 全额交税了 都得进入税机来交了 但是你要看成是 免征额呢 你八千一定先 把这免征额减去 减完后的三千 您才需要交税 这差别太大了 那都好家伙 那真金白银呢 咱学完一定要弄明白了 起征点是起征点 免征额是免征额 对不对 这是完全两个 不同的概念 所以以后 在个税当中里说 咱得提高免征额 这是对的 你别跟人家一块说 咱得提高起征点 一看就发盲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下面看 起征点主要这个规定 适用于谁最早的时候 只适用于纯个人 连个体户都不包含 就是针对个人说的 但是现在慢慢放宽了 他说现在这个起征点 可以适用于 哪 第一 小规模纳税人 按小规模交税的 一 扩展到个体工商户了 第二是谁 纯自然人 但是个体户 也必须是小规模 如果个体户仍然够了一般纳税人资格的 不能使用 那就没有起征点的问题了 你就是实现了一百块钱收入 你也交税去 所以首先要知道起征点主要适用是谁 纯个人 第二是那些个按小规模纳税的个体户 知道吗 那么这个起征点是多少呢 下面就是实用的了 按期纳税的 还是按次纳税的 如果你是按期的情况下 它的月销售额一直没变啊 法律规定的是5000到2万 实际大家看出来远不是了 现在实际上都是用15万了 小规模不是15万吗 所以当时我们现在增值税暂行条例里规定是最高2万 但你要是按次纳税的话 是每一次多少最高是500 是300到500 你就拿线性这条例说500跟2万 这差别大吗 差别很大 那就意味如果现在啊 您给了我一笔钱 比如说给我马老师一笔讲课费 我就问大家啊 当您公司付给了我这一天讲课费的话 假设您给我多少 12000 我拿到了 拿完之后我就问大家 我是纯个人吧 我马老师也没有办税务登记 我也没有营业执照吧 我是一个纯个人 那现在问 我应该可以符合适用起征点 是不是 好 我达到这起征点 我就应该全额交税 我没有达到起征点 那我就可以不需要交 因为我给您提供了劳务啊 它也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那么这是这个起征点 我问大家按哪个走 是按2万的这个走 是按照500这个走 那差别大了呀 如果我按照第一个起征点呢 那我就不用交税了 我没达到这起征点 不用交 我要按照按次这个呢 我早抄了 那我12000就得要全额交增值税 问大家 你们说我现在是按哪个走 是不是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怎么理解叫按7 按次 这个在实践当中 应该要知道 其实我们这里面说的啊 一般来讲 咱们现在税务局实际操作的是 如果你是想按7 按照2万这个起征点 来作为交不交税的话 我们现在衡量的标准是 你一定应该要办理了税务登记的 至少你也得要办一个临时税务登记 我们现在宽松到这 如果你都没有办税务登记啊 你想我马老师 我就是纯个人呢 我也没拿照 我也没有办税务登记的 那就没商量 按次 按次 就这最高500块钱 适用于那些什么 根本就没有办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这个时候给你的起征点就是500 过500嘛 乖乖交税去 办了税务登记的这些个体户 纯个人 OK 按2万 按一个月 按一期 你看差别就这么大 所以呢 这样的话起征点 更多的还是适用这些 没有办事务登记的这些 所以你看它的起征点 往往定为最高是多少 500块钱 以后呢 大家就应该要清楚了 清楚在什么呢 如果我们单位很多就是雇一些什么 临时性的 比如说像我这公司啊 请了一些什么专家呀 来了以后呢 给了他一些什么 这个月人家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跟你参与一些项目的认证 所以你给了一笔咨询费 你付给专家的一笔咨询费 结果你给了他多少呢 1000块钱 这时候你就要问我了 这咨询费1000块钱 肯定要涉及税 哪个税 第一增值税交吗 增值税只要交 就牵扯到负税 然后你还要问我的 个税交吗 你都会问我的 这三块 为什么 我就要这里问你 你付给专家咨询费这1000 你在会计上 在账目处理上 你一定要把它进到哪 进到劳务费用里 当你进到劳务费用时 要票吗 你需要不需要凭着发票 因为这个专家本身就会出现一个 他压根就没有办税务登记 他是人家一个高校的一个教授 所以你也没办税务登记 所以当这种专家 根本就没有办税务登记的话 这个时候起征点一定是按500 明白了吗 好 这样的话 你给他的如果是超过500增值税交吗 当然要交啊 那么这一交的话 按几个点啊 这不是按照小规模来交吗 1000块钱 你一定是除以一加百分之几 现在小规模中一个点吗 再乘以百分之一 根据算的增值税 再算成建税教育费复加 然后呢 这个个人所得税 您得替他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 等我们学完了 您得替他预扣预缴时 知道怎么扣吗 4000以下减800 4000以上减20%费用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您的那个个税 在给他扣的时候 您给他的1000咨询费 一定固定减800 减完之后 最低的税率 预扣率20% 您得给他预扣 知道怎么操作吗 超过500的情况下 增值税交 付税交 个人所得税也得交 看什么 交完了之后 就问大家 您在会计上 支付给他的这1000块钱 您在会计上 得要进劳务费 进劳务费的时候 要发票吗 当然要啊 因为他没免征增值税啊 要免了增值税 就不需要发票了 那你这个交了增值税啊 所以这个时候 那那个专家是没法给你开票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得到税务局那儿 带开增值税的发票 明白吗 带开呗 拿着人家专家的身份证的奉猿件 你到税务局去带开 凭着这张票 您会计上才能够进劳务费 不然您汇算清奖的时候 属于没有合法有效的凭证 您还抵什么 您还抵要纳税调增 知道什么操作了吗 这就是起征点 涉及到的就是500块钱 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在起征点的过程当中里面 没有办税务登记的 通常都是按照按次的这个标准500 那如果你要给专家的咨询费 就给了400块钱的话 那就适用这 那你增值税就不用交了 听说吧 增值税不用交了 付税就不交了 个税呢 你就会发现 个税的免征额是800 你都不到800 连个税都没有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 这是大家说了 都没交税怎么样 在500块钱以下的 您就凭着收据 就可以自制凭证 您就可以进相关的费用 这时你也不用做纳税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500块钱以下的 在我们的 这叫小额的 小额的零行支出 在起税当中里面就规定了 这种500块钱以下的 小额零行支出 完全可以凭着什么 收据 可以凭着自制凭证 就不需要发票 完全可以进成本费用 而且税前不用调整 这也算是合法有效的凭证 解决了我们很多一些 企业的小额零行 买点水果了 买点猪肉蔬菜了 结果呢 到菜市场买的时候 哪去要发票 人家那些菜市场买菜那些 人家都没有办税务登记 这时候你都调增 不可能 所以他就界定在500块钱 这叫小额零行支出 来自于哪呢 就是来自于增值税 它的起征点 是依据这来的 好了 这就是关于起征点 所以咱们学完了以后 不是光考试的 考试我估计这块都不考你 但它实际操作的时候 特别有用 尤其我们在座里 经在做财务的 所以到每年会算 经交所得税时 你相关的这些费用 该有发票的 是该有收据的 你自己都得清除 而且最后学完了 一定要弄明白 起征点是起征点 免征额是免征额 出去说话 不能漏气 好了 这就是第五个 最后第六个 其他减免税的规定里面 一定注意几个点 这个没准容易出成多选题 所以不要背 概念清楚就行 第一点 您是兼有免税项目 减税项目 又有免的 又有减的 分别核算 只要不能分别核算 不能免 不能减 这个很好理解 关键是在第二个点上 您本来是享受免税的 结果您出现放弃了免税权 我不乐意免 我就乐意交税 所以有些薛元说了 这不有毛病吗 本来应该免的 结果他还放弃 人乐意啊 放弃有放弃的好处啊 如果没好处的话 怎么可能放弃啊 那下面就来看 规定啊 你要是选择放弃了 结果是什么 36个月内 不允许再申请免 想清楚了啊 这次一放弃 至少后面三年 你就甭再想着免了 关键第二个 如果想要求放弃 一定得是书面的形式 向税务局必须得报备 从报备的次月期 您就开始计算 缴纳增值税 你得告诉税务机关呢 我就要乐意交税啊 你得报备 第二第三 一经放弃以后 您记住了 不能够挑挑拣拣 不允许选择某一个项目放弃 也不允许根据不同的销售对象 选择部分行为放弃 不可能 只要你一放弃免税 你所有的全部的应税行为 就都交税 没得可选 放弃就都放弃 不放弃就都不放弃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在免税期间内 所有用于免税项目的 构进的所有东西 一律不得抵扣 这进项税不能抵 我说到第四点 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纳税人要放弃这个免税 我宁肯交税 知道这回原理吗 是因为只要你是免税的这些个项目 你就没交销项税 所以你用在这些免税项目对应的这些个进项税额 它就不可以抵扣了 它就只能进成本了 这时候你得自己来衡量 合适不合适了 取决于这是首先来看 对应的这个项目中的进项 它的占比大不大 可抵的进项税大不大 如果这个占比比较大 而且你的免税这一块的收入并不是很高 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放弃 因为你只有放弃了 我交税了 那你对应进项税就抵了 否则如果这一块的比重比较小 这一块的比重比较大 结果你还不放弃 你实际是增加税负 你是少交了一点肖像 可是你整个承担的进项 那才是真正你转嫁给你的税 你抵不出去呀 你税负反而重 所以基于这一点 有的时候纳税人就觉得 我要是免税倒不合适了 因此呢 这不是一个优惠吗 给了你纳税人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免 你可以选择放弃 这不才有利于纳税人吗 所以于是我们的这个规定 就是这么规定的 你要是放弃的话 第一点36个月内不能改 第二你要放弃的话 不能放弃一部分 全部都抵要交税吗 第三就是在免税期间之内 你不放弃的 那你进项税就不能抵护 好了这几个规定看好就行 第三 凡是安置残疾人的这些企业 都给优惠 如果说你想受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优惠条件 你还同时符合其他优惠条件的 你可以同时享受优惠 所有的优惠加起来 阻额 申请退还的税额 不能超过整个本年度的阻应纳税额 那原来这就是你想受优惠退给你的税额最多就冲到零为止 你顶多不交税就行 OK 清楚了吗 所以对于安置残疾人有多重优惠的不影响 何以并用 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其他优惠里面的第三点 第四 既有计征计退 先征后退 又有享受免底退税政策的 怎么处理 有计征计退 先征后退 又有出口免底退的 计征计退和先征后退的项目 不能参与出口的免底退 这是我前面讲的 出口免底退是免底退 计征计退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要求你必须得分别进行核算 分别享受计征计退的和免底退税 因为那个退的是税 这个享受退的是财政补贴了 这个很好理解 用在计征计退的进项税额 如果无法划分 能抵多少的 照样要做进项税转出 这个进项也是拿全部的进项 乘以计征计退的部分 当月收入的比来进行核算 这个公式是跟前面一样的 好 这点大家清楚 所以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就到此结束了 这一节基本上 80%是要求大家 该背的要背 主要还就是出在单选或者是多选题当中 至于说出在计算题当中里面 主要要把握好就是计征计退跟小规模 小规模 至于说这个免税的这一块里面 都是一些理论上的规定 大家能够把这些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立竿见影练练这道题 下列各项中让大家选不符合增值税减免税规定的 不符合的啊 你有免税项目 有兼应税项目的 这个不能享受增值税的免税优惠 是吗 不是呢 有免的 有兼应应税 分开核算就行 分开就行 不影响 经税务机关批准 纳税人才可以放弃免税权 用批吗 不用批 这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行使 可以放弃的 C 当你放弃了免税后 36个月内不能再申请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对不对 不要选 社区的粮店 社区的粮店 销售外购来的农产品 免征增值税吗 不免 这可是不免的 假如外购来的 不是自产的 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所以准确的答案ABD 像这些就不需要强计了 判断出来就可以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第九节 税收优惠 对于大家来讲 能看多少 看多少 尽力而为 但是在有一些优惠政策上 我们还是实际工作中 用的比较多的 你可能以前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既征既推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 以前从来不知道 怎么还有一个算税负率的 增值税是怎么算 它的实际税负 这回你也会了 原来呢 我们集团里面有统借统还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还可以免征增值税 你现在至少知道 什么叫统借统还了 你会增加好多的一些个 原来你没遇到过的一些知识点 那你现在就都学会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什么 还是要让大家能够多学知识 否则的话 您连起征点跟免征额 您最后学完还没搞明白了 那麻烦 您连初级水平都没达到 还考CPA呀 考啥呀 所以这个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第九节就告一段落了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十节了 这一节就比较轻松了 讲的是征收管理 其实在征收管理里面的重点 在我们前面的第四节 都给大家讲完了 征收管理里就是纯概念了 基本上考题的概率呢 在20%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这一章里面 是在计算题的 征收管理就是一些基本概念 在征收管理里 一般都在小税种里面考 像这种大的税种 它一般就不是侧重于征收管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税种它都照着计算题重点来考 小税种它才重点考税收优惠了 什么征收管理呀 就是纯背的东西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测重点 这一节很简单 它的重点就是在两个 第一个重点就在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而这个重点不在这一节讲 为什么 讲过了 我们已经是在第四节 一般计税方法当中 讲那个销项税额 时间限定的时候 把这一块的内容给大家提前了 所以虽然是放在这 但是我给课件直接就做到第四节里 这个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这一节就不重复了 大家就简单知道 纳税期纳税地点 这就是纯选择题 第二个呢 特别调到了一个什么呢 有一些特殊的总分机构 它不是呢 跨县市的话是各交各的 而是实行会总纳税 这个一定是经国税总局批准的啊 主要针对的是谁 运输企业 铁路运输企业 优政企业 航空运输企业 他们都是总分机构 可是他们都是全国各地 所以他们实行各个分公司 在各地预角 都是自己交 然后回头是由总公司 汇总缴纳 所以这两个点 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节很轻松 我们不浪费时间 第一个点 我们就简单把增值税的 纳税期来看好了 就是按期 凡是你一个月 一个季度 作为一个纳税期的 就目前来讲 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他是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一个月为一期 也可以选择按季来交税 小规模是可以选的 但是一旦选定 你是不能轻易更改的 至少一年不能改 而我们的一般纳税人 都基本上是按月就得报税 不管是按月按季的 都是在期满的次月 15天内报税就行 对不对 凡是一三五十十五为一期 这太少了 几乎时间中就没有 你都在期满后的五天预交 说我三天为一期的 那三年期满的五天你就交 然后都在次月的15号之前 把上个月的税都节清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实践当中 主要有第一种情况 就是一般纳税人 基本上都是按月来报税 小规模大部分都是按月来报税 好了 这就是纳税期 以一个季度 固定的以一个季度来交税的 除了适用于小规模之外 还有谁呢 就是银行 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 我把它这一系列 总称就是金融机构 所以我记得 我在前面讲课时已经说了 就是在核定它那个利息收入时 金融机构才出现一个 90天内应收未收的利息 按全责发生制 你就没收上利息 也得要确认收入交税 9天以后的按收付时限制 我在解释那个文件的时候 说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金融机构 它是固定的 是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 而且它也没选择 它还不像小规模 小规模还可以选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接着按固定期限交的小规模 你可以选按月 可以选按季 但是一经选择 至少一个会计年度内不能编 所以在这里也多说一句 就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从筹划这个角度来讲 您还是选择的是按季比较合适 就你有充分的筹划空间 为什么 因为目前的小规模 咱不是说了吗 它有一个45万以下的 是可以享受免赃支税的 按月的情况下是15万 如果你选择按季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游刃有余 比如说我一月份 我卖了多少呢 卖了10万块钱 我二月份呢超了 一下就卖了20万 那么到我三月份的时候呢 大家看我又卖了多少呢 又卖了10万 假设12万 这样的话就出现什么呢 你要是按月的情况下 你二月份已经超15万 你这一月就不享受免了 你得交 你一月和三月没超15万 你都可以享受 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按季的话 你三个月加起来的话 你才42万 那你全都不用交了 所以我们说按季的情况下 是比较适合小规模 为什么 因为你在交易中呢 你没法控制 哎呦 也可能这一月卖货卖的多 开票就多 下月又没人来买了 所以你可以调季 不然的话 用这一月 好好来一个大户 然后你卖出去 下月一分钱没挣 你上月也得交税 所以按季是比较合适 好 没有什么可记的 纳税的地点 看好了吗 正常情况是属地管理 属地缴纳 这里说的属地 明白什么意思吗 主要是看你的机构 注册地在哪 你在哪办的营业执照 在哪办的税务登记 你在哪来交 所以对于这种固定业户的 都是在机构所在地交 如果你没有固定机构的情况下 正常你在哪销售 在哪交税 如果你在销售地没交 你还是回到机构所在地来交 扣角的 代扣代角的 当然就在你的本身机构所在地 代扣代角 这些都不用被听懂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注意的地方是在哪 如果你是有固定机构了 可是你有总分公司 而且你的总分公司呢 是不在同一县市的 这种情况下 原则上来讲 应该分别各交各的税 所以当你总分公司 跨县市的情况下 流转税是各交各的 绝对是税源交给当地 但如果你是在同一个省 没有跨省 虽然跨县市了 没跨省 这个可以经省一级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 可以实行汇总 因为它是按一个省 比如说湖北省 你虽然是跨县市 一个汉中市 比如说一个武汉市 那你这种情况下 省一级 湖北省只要批了 你都在那个总公司所在地交 没问题 因为它不出湖北省 但是你要跨了省 又跨市的 这个要想汇总 那必须得要经国税总局财政部批了 所以一定要看是跨省不跨省 知道吗 原则上来讲流转税 是总分只要不在同一县市 都是各交各的 你要想汇总缴纳 得要报批准 好吗 好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知识点 就特别提到了 总分公司本来税法的规定 一定是各交各的 除非经财政部 国税总局批让你汇总的 你才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 知道吗 因为只有起税 它才实行汇总缴纳 流转税一般就是各交各的 因为它得平衡这个税源呢 所以能够直接允许你汇总缴纳的 看好了 仅限于三个特殊行业 第一个航空运输企 第二是优政企 第三个是铁路运输企 就这三个行业允许汇总 其他的不适用 由于是可以汇总的 它实行的计征方法是什么 下面的分公司都是按月主义预角 预角的时就意味什么 就是按检疫方法交税 没有抵扣问题 而且是按照给定的预征率 检疫算就行了 你就拿销售额乘以预征率 这时是绝对不能抵任何见像的 这是各个分公司按月来预角 具体的怎么预角呢 如果是优政企业 你这分公司预角时 是拿销售额加上你预订款 因为优局不就是订报纸啊 订拉致吗 这些你收的预订款 收到时就要合定率 然后成一个预征率 要是铁路企业呢 它是拿收入减不是加 减去那个交给上交给国家的铁路建设基金 因为这是属于代收转付的 不属于它本方收入 减完了乘以预征率 要是航空运输企业不加也不减 就拿收上来的收入乘以预征率 这是在预角的时候 知道吗 而且这预征率考试时 是作为已知条件 要考会给你的 这是预角 预角完了呢 然后就有总公司 这时候汇总 汇总时就不按月了 记住了 总公司汇总是按G 分公司预角是按月 等到总公司汇总的时候 一定是采用抵扣的方法 肖像简进项了 看到吗 当你拿整个的总分合计来的收入算销 再把这个整个可以抵的进项 这时就可以抵了 抵完了之后 再减去你各个分公司已经预角的多退少股 这很简单 看出什么 抵不完呢 截转下期 继续抵 所以这个汇总讲 特别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 所以整个这个第十节 大家看出来最轻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重要的 没在这节讲 最重要的 我们提到了第四节 大家要注意一下 看教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顺序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的第十节征收管理 这也没什么可总结的呀 对不对 你就简单了解 纳税期呀 对吧 这个汇总讲纳税的这个方法呀 纳税地点呢 这些刷刷题就可以了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 进入到本章的最后一节 专门讲增值税的发票 因为到增值税里面 只有增值税里面 发票比较麻烦 你看你所有其他的税 没这问题 因为在流转环节里 卖完了以后 就必须得开票 它就是在流转环节中开 但是增值税里 一定要分是专票 还是普票 这点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你那进向税 往往可以抵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你 必须专票才行 你普票往往是不可以抵扣的 所以在对于专票和普票的 管理上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呀 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 专票普票的都多 现在连普票都成重灾区了 都出现有虚开 知道吗 你虚开专票是为了虚敌 你虚开普票呢 是为了虚裂成本 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 都是违法的 所以现在查的特别严 好 我们在掌握这一节的时候 围绕发票 大概要了解 第一个就是 专票怎么领 谁可以领 开专票怎么开 第一个 基本要求 不要求被看懂 当你这个票 甭管专票还是普票 特别是专票 如果丢了 现在怎么处理 哎呀 我们之前要是丢了一张专票 可麻烦呢 得在报纸上 得登 这样 得挂尸 还得报 哎 好嘛 挺麻烦 你看现在丢了 是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逐渐现在发票 都已经实行 五纸化 电子化 都在系统里了 丢了也没关系 它有信息 不像原来光纸质的丢了 就找不着 系统也没有 现在很简单 第三个特别说到 一旦查出有虚开专票的话 怎么处理 按不按偷税漏税处理 进向税还能不能抵 特别是当您主观上是善意的 但是您拿到的被判定为 是一张虚开发票的话 第一 能不能抵进向了 第二 能不能给你判定为是偷输 另外 对于走逃失联企业 找不着了企业 他们已经开出的这些个发票 下家怎么处理 另外呢 就是 这儿我是把之前的 那个第四节的内容 有关异常的扣税凭证 这个是本来第四节 按照教材的内容 是放在第四节讲的 我在第四节时没讲 我就把第四节这一部分的 异常抵扣凭证 放到了这一节 所有跟凭证有关的 都在这儿讲 就更加的系统性 最后呢 专门讲小规模纳税人 他也可以自开专票了 他要是自己来开 不让税务局再开 他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这一节都是一些 纯基本概念的东西 所以难度不大 但是也要求大家细细的 把它看懂了 好 下面我们挨个就给大家梳理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知识点 专票 谁可以领够 现在宽松了 翻展到今天 原来仅限于一般那世人 小规模是不卖他专票的 因为他不能开 现在因为他也能开了 所以他也能领了 所以很简单 一般小规模都能领专票 第二个 什么情况下 税务局就不卖你专票了 你就不能领专票了 第一 你会计核算不健全 你不能提供销项税 进项税资料了 他就不卖你 第二个 查出你有违法行为 而且还不拒不接受处理的 停止发票 这也是属于税务处罚的一种方式 停止领购发票了 知道吗 第三 凡是有下列行为的 经过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的 不允许再领购发票 哪些行为 列举一大堆 这一堆你根本就不需要背 为什么 你蒙就能蒙出来 都是违法行为 虚开的 自己印发票的 像税务局以外的人买发票的 借给别人发票的 不按要求开的 不按要求保管的 看出来了吗 这个所谓不按要求保管发票的 主要表现为不设专人保管的 没按照税务局要求存放的 没有把那个认证相符的底扣联装定成册的 没有经过税务局查验 擅自就销毁的 这些都属于没按规定保管 因为在发票管理办法当中里 要求纳税人你富有保管好发票的意义 丢失丢失还要挨杀的 这些都属于违法的 那就不给你领勾 不卖你发票了 没有按照规定申请税控系统变更的 那个滴买税控系统定基底升级 最后不接受税务机关检查的 这些都是违法表现 知道吗 所以你有这些表现的话 税务局就停止在卖你发票 你就叫停止领勾 不用被这绝对能蒙对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新办的纳税人首次申领发票 就我刚拿营业执照 首次第一次到税务局领发票 有什么要求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当你第一次领发票的时候 税务局应该从事务里的 两个工作日内给办局 如果特别简单的 争取当日就可以给你办局了 为什么 你一定要报信息呀 所以要把你单位的办税人员 法定代表人是谁 实名必须要采集认证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实行实名办税 所以把这些人的实名信息采集了 第二个 你有开票的需求 我得需要开发票的 你得有这个申请 第三个呢 就是办理了税控设备 你买设备 因为现在都是在系统里开票 这种情况就可以的 第二个 税务机关认为 你符合这个要求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可以给你办理票准的核定 那么你专票的话 最高开票限额不能超过10万 这个大家记住 每个月正常情况下 领购的数量不能超过25分 但如果后面你信用非常好的情况下 大家看我们在领用的数量上就放宽了 我们目前现在操作是 您被评为A级纳税人的 这个时候您可以一次领购两个月的发票 对不对 你B级的你就领购一个月的 你C级D级得严格控制 所以你想增量领发票 没那么简单 税务局就怀疑你需开发票 这个大家要清楚一下 要是普票的情况下 限额没变 但是数量是50万 所以你看A级的信用纳税人 他那普票是需要多少都可以给 基本上数量不限制 这个主要是针对新办的纳税人 首次领发票 他一定给你合 你主营业务是什么 你票中主要开出六个点的 还是九个点的 他给你核定 而且数量给你限制 好了 这个知道就可以 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发票的领购 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限制 除非税务局发现 你有违法行为的 他先暂停领购发票 这是领购问题 进入到第二个知识点 是怎么开这个专票 首先开的主体跟领购主体一样 没有限制 一般小规模都行 我们原来只能是一般 反过来 这个点很重要 哪些情况下不能开专票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计算题当中 要出现 这个其实我已经讲过了 就在计算题当中 很多学生都会问我 老师我在核定肖项税额时候 那个销售额 他也没告诉我是一个含税的 还是不含税的 那我怎么判定这个销售额 到底是一个含税的呢 还是一个不含税的呢 我怎么判定呢 你要把这块学好了 当如果他故意扛你这几种情况时 他就绝对不会提示你 这是不是含税的 你就应该知道 他当然是含税收入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开专票 第一个就是商业企业 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化妆品 完全是用于个人消费的 这里面鞋帽里面一定注意的 不包括劳保用品 那就说劳保这一块的用品 劳保的用品 第一个告诉大家 你企业买来的是可以要专票的 第二个是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的 它不属于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这是能抵扣的 你剩下什么烟酒食品那些 绝对不能抵扣 所以就根本就不能开专票 第二个是卖的是免税的东西 你都没交税的 记住了就不能给下家开专票 除非另有规定 第三个卖给的是纯消费者 个人终端了 不要开专票 这个是记住了 所以导致此时它的销售收入 您就别犹豫 肯定是什么 除了免税以外 它都是喊税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具体开票时一定注意的特殊要求 这个要求不见得考试来考 但是在实践当中非常非常实用 如果有特殊要求 你又不能符合这特殊要求时 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张不合规的专票 属于不合规的抵扣凭证 你进相税不能抵 所以它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一下 第一点 凡是实行汇总起来 开具专用发票的 同时一定要用系统里开出来的清单 上面加盖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 这话明白吗 这话简形的告诉你 什么叫实行汇总开专票 办公用品 你买的东西太多了 哎呦 你在这个发票上 你那个金额那品名那 你写不开 这种情况下 办公用品一定要有明细 就是要有清单 这个办公用品 如果你开出来的 还是一张专票的话 那个清单不能是人工填制的 一定是从系统开出来这清单 盖上章 这才可以抵扣 如果你要是给对方开的仅仅是一个普票 不抵扣 这个清单就不要求是从系统里开的了 人工填制的 可以吗 完全可以的 这差别很大 这个使用 理解了啊 第二个保险公司 这是因为太多了 人 所以他这时候 备注栏里面就要写上 代收的车传税信息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 第三个是重点 建筑企业开出来的工程发票 备注栏必须有信息 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项目发生地地面 第二个是你的项目的名称 必须得有 没有 下家拿到票 不能抵护 第三 第四 卖不动产的 一定要在发票里的三个部分 在你的那个服务品名那一栏 一定要将你的不动产名称 和这栋房子的产权证号码 必须填上 但如果说你这房子本身很老了 都没有产权证 你就不用填了 但至少品名那里写不动产 单位这一栏 必须写上这栋房子的面积 多少平米 然后备注栏 必须要写上详细地址 全写齐了 这才是一张合规的发票 凡是出租不动产的租赁发票 备注栏 一定要有不动产的详细地址才行 凡是个人出租你的住房 不就享受优惠 按1.5来交税的吗 这个时候一定是通过特殊的开票功能 开出发票 是那个跟劳务派遣一样 要通过特殊开票功能来开出这张发票 跟其他正常的开票功能要分开 好了 这就是开票的特殊要求 所以我们里面呢 应改增以后对发票的信息要求特别严 知道吗 是因为你都在系统里开 你所有的信息都要完善 然后它才能在系统里跟你比对 你这个发票是否是虚开代开的 它上下游之间要进行评估的 这是一个 第四个 关于小规模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现在宽松了 你如果需要开具专票的话 你可以自愿的选择系统来开 那你就买税空设备 然后你就自己开 你选择自己来开票的 税务局绝不再给你代开专票了 你只要选择我自己开 你买了税空设备了 你就自己开了 如果你选择自开的情况下 只要你卖不动产 原来说了也得到税务局观代开 这是新规定 这些小规模哪怕是卖不动产 也可以自开专用发票了 我们原来的规定是 小规模是可以自开 唯独卖不动产不能自开 得到税务局代开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规定是 什么都可以自开了 不用带开了 连不动产都可以 好了这是新规定 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关专用发票的开 领要求 开的要求没有背 细细的读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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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